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讓你變成立財Superman 今天我們花更快的時間 用0.3秒的時間幫我們把這個站點下去 那因為我們昨天看到了 聯準會開了所謂的FOMC利率決策會議 哇這個波動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是要來幫大家 看看到底昨天有什麼重點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我相信這一些東西不會在其他地方看到 因為這個東西看得非常的細 我們的專業就是總體經濟 我們已經看聯準會看好幾年了 有一些細部的變化只有我們能夠發現 所以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有任何的想法或是你看完以後 你覺得不太清楚的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好啦那麼其實在今天我們看到了 昨天升息完以後這個股市的波動很大 在聯準會開會之前 應該說是利率決策會議之前 凌晨2點之前的美股跟台股在幹嘛 在跌在下跌 然後你看到凌晨2點以後 那個時候季老師還沒睡 因為我答應大家要幫大家盯好 所以凌晨2點的時候我們還沒睡 對喔我們看到了凌晨2點這一個利率決策出來以後公布 升三碼符合市場預期 也符合我們過去一段時間跟大家講的就是升三碼 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好變化的 可是你看到公布的當下股市就是大幅波動 上下陣喔先上再下 可是你看到了在稍微過了一兩分鐘以後 美股開始暴漲開始暴漲開始往上拉 為什麼因為會後聲明裡面給了一點資訊 這個我們後面有時間也跟大家講一下 可是到了兩點半有沒有記得季老師跟你講過 我們重點不是在升級嘛 那個升三碼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我也知道 其他人阿貓阿狗印度阿山都知道 所以重點不是升級嘛 重點是在升完息以後的半個小時以後的 會後記者會 那這會後記者會上面鮑娥爾出來講話 我們昨天有先幫大家預期過了喔 我們昨天的節目是不是有把四個情境來跟大家講 那你如果知道了這四個情境 你很快的就可以聯想到昨天的會後記者會 為什麼講完以後美股跟台股會出現這樣子的走法 那實際上面會後記者會上面的這些講法是偏向鷹派的 但是這個鷹派又跟我們預期中的鷹派不太一樣 怎麼個不一樣法我們後面的投影片會跟大家講 可是就是因為相對的比較鷹派一點 美股就崩掉了 還記得嗎我說兩點開完這個利率決策以後 砰美股就衝上去 可是兩點半鮑娥爾在開會後記者會以後 又直接殺下來 最後納斯達克跌了3% 道瓊跌了1.55% 是不是很精彩喔 變化非常大 所以今天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搞懂聯準會還有發現後面的機會 那麼直接看 跟我剛剛講的是不是一樣 在利率決策會議兩點之前 美股都是走低的 那走低完以後呢 開完以後是不是就往上走了 中間那段紅紅的吧 不管那是打開還是道瓊都一樣 可是到了兩點半以後 啪又開始往下殺 一路殺到收盤收在最低 那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故事 好了在昨天的節目上面 我說過了分析了四個情境 我們一定要有證據嗎 有證據嗎 有畫面嗎 是不是 而且我還把最有可能的那一個情境 標成紅字 什麼情境 升75個基點 升3碼 再加上鷹派發言 我說市場已經定價了 什麼叫做已經定價 也就是市場認為升3碼 OK 然後呢 聯準會過去一段時間 也是保持鷹派的講法 所以市場是有一點預期的 那你說 可是市場已經有預期了 老師昨天怎麼美股還會跌成這個樣子 因為沒有預期到這麼鷹派嘛 雖然已經有預期 但是呢 昨天講出來的東西 又比預期再更over一點 但你仔細想一想 昨天的美股跟台股真的跌很多嗎 我不認為跌很多 你說道瓊也才跌了1.55% 納斯達克也才跌了3點多% 3點多%有一點多 可是本來納斯達克的波動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其實昨天晚上的美股並沒有恐慌 並沒有失去秩序 它沒有失控 它只是下跌 理性的下跌而已 所以我認為昨天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樣子 我們就要從他們的會後聲明跟會後記者會來看 我幫大家整理幾個重點 我們很快速的講完 那如果大家聽的不是很懂 你就再拉回去聽一次嘛 那如果你覺得我講的太快的話 你就把播放速度放慢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間有限 要在最短的時間幫大家掌握最正確的財經資訊 好 昨天我們從這些會後記者會跟會後聲明裡面 我們得到什麼訊息 第一個聯準會即將進入一個又慢又久的模式 我們在以前的影片還有我自己以前的分析 包含在我們的LINE群組 在我們的Telegram裡面 我都有告訴大家 聯準會在這一次的升息循環裡面 是所謂的前寢式的升息方式 什麼叫前寢式的升息方式 前面升快一點 後面升慢一點 所以我們在今年看到聯準會 包含昨天總共升了15碼 15碼代表現在利率已經來到4.25% 這個4.25%我們在經濟學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叫做中性利率 中性利率通常我們一般認為 大概3.5到4這個區間差不多 3.5%以上就是所謂的限制性的利率 中性利率就是它既不會讓經濟擴張 不會去刺激經濟 也不會去打壓經濟 所以叫做中性利率 可是當這個利率大於中性利率以後 你就會對經濟造成壓力 開始打壓經濟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聯準會的利率來到了限制性的區間 未來一段時間 美國的經濟就會受到壓抑 好啦那既然聯準會已經來到了 限制性的區間以後 他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繼續每一次升三碼嗎 不行喔 不行喔 我們原本預期12月份 還有可能升三碼 可是我們看到了在會後聲明 兩點公布以後的那個會後聲明裡面 我們看到了聯準會新增了一段說明文字 開始考慮累積的貨幣政策的緊縮程度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過去幾年裡面 你是不看聯準會的 這種用字潛詞啊 當聯準會會開始過思考過去一段時間 升息的幅度影響到實體經濟的時候 通常代表什麼 代表貨幣緊縮政策的週期已經來到尾聲 來到尾聲不是說他會開始降息喔 而是他會開始慢下腳步 就有點像是你開車嘛 你已經準備要到了停止線嘛 你就會開始慢慢踩煞車 你會慢慢踩煞車 你不會到停止線前面才忽然重踩煞車 那樣子坐車的人很不舒服 所以現在聯準會開始會去思考金融市場 而不單單只是要把通膨打下去 通膨打下去很重要 但是他開始看市場了 所以這件事情隱含什麼 接下來12月份還有明年 可能就是用兩碼兩碼一碼一碼 這樣子的升息方式 小碎步不會像是現在 今年這個樣子三碼三碼三碼 像是一個在大跑步跑得非常快的聯準會 以後我們不會再看到了 再來這一波的利率終點會更高 這個是在會後記者會上面寫的 是在會後記者會上面寫的 為什麼利率更高 這件事情這麼的可怕 因為市場沒有預計到 我們認為這一波的聯準會的利率終點 大概就是在5% 在上一個月還是4.5% 後來有慢慢的在升高 可是我們觀察到了 在會後聲明裡面一樣有一段文字 聯準會說什麼 為了達到足以實現 充分緊縮 充分緊縮 充分緊縮這個字 是在9月那一次升息裡面的新聞稿 是沒有看到的 我跟你講 大家要去看聯準會的會後聲明 你一定要去看他到底新增了什麼字 刪掉了什麼字 那代表聯準會的立場改變 所以他今天新增了 所謂的充分緊縮 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們在未來一段時間 依然會把利率推得更高 這樣子才能叫充分緊縮 現在來到了限制性的區間 但還不夠充分 聯準會還要讓他更充分 那要讓他更充分幹嘛 就是繼續升息 升到這個利率還要再更高 OK 再來第三個 叫做利率的高點沒有預設立場 也是因為這一句話 在會後記者會上面發出來以後 大家就發現 哇不對哦 不對勁哦 利率的高點市場是有預期的 可是鮑威爾跟你講說 我們不預設立場 這個高點是要5%呢 還是5.25%呢 還是5.5% 不一定 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還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那你現在要討論暫停升息才言之過早 鮑威爾直接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你現在要討論我們什麼時候要停止升息 還言之過早 所以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 利率的高點其實是沒有預設立場的 只要通膨沒有被打下來 這個息就會一直加下去 再來我們看到了還有什麼東西 不擔心升息過快 因為鮑威爾在會後記者會上面又講了說什麼 他說目前沒有過度緊縮或者是升息過快的問題 升息過快只是你自己覺得而已 鮑威爾不覺得啊 連準會不覺得啊 他也不覺得有過度緊縮啊 而且他也講了另一個但書 就算過度緊縮了 好啦就算你們都覺得過度緊縮 我沒有覺得過度緊縮 那如果真的過度緊縮的話呢 連準會也有工具可以處理 他說安啦我有能力處理 到底能不能處理這件事情我們先不討論 但至少鮑威爾是這樣子講的 他現在擔心的是 如果連準會在這個時間點做的不夠 就會讓通膨根深蒂固 這個才是麻煩的 不要讓通膨根深蒂固 就是要繼續升息 繼續做貨幣緊縮政策 那麼在會後記者會上面鮑威爾也講了 目前的勞動市場仍然太強 那麼勞動市場太強 你是不是有看我們過去的影片 我相信觀眾朋友有持續在收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你就會像是在聽我講故事一樣 那麼我在過去兩天裡面 我都跟大家分析美國的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太強是什麼問題 勞動市場太強的話 那薪資就會上揚 薪資上揚生產成本就會上揚 生產成本上揚的話 廠商就會把這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就是通膨 那你消費者看到物價上漲 你會不會去跟老闆講說我要加薪 所以薪資就會這樣子一直不斷的上漲 那通膨也會一直不斷的上升 所以現在包圍跟我們講說勞動市場仍然太強 那要幹嘛 升息啊 升息 就是升息 你把這個經濟打壓下去 勞動市場就不會這麼強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接下來兩天 禮拜五的時候還有一個非農就業 大家要記得看 那如果你不會看的話 一樣看我們的節目看我們的群組 我會來幫大家做分析 好啦那麼在昨天你說利率決策會議之前 市場上面的情緒是怎麼樣 在想要利空出境了好開心 我們應該要趕快來買股票 現在不買股票就是豬頭 可是我們有在買股票嗎 季老師有叫你買股票嗎 沒有 為什麼我們告訴你了 我們在做避險 我說過了 不管你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是你是在我們群組裡面投資朋友 還是你是跟著老師操作的會員朋友 我給大家的觀點跟方向都一樣 為什麼我害你賠錢對我沒有好處嗎 我希望是大家能夠一起賺錢 所以我要把我最真實的看法提供給所有人 提供給每一個在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所以昨天的節目上面 我說了避險的目的是為了要有更多的機會 什麼叫做避險 昨天大家都在跟你講說要趕快買股票 要利空出境了 你再不買股票股票就要噴了 然後我問大家 昨天看完這一個利率會議以後 真的利空出境了嗎 我先講結論 我認為後面是有機會的 可是如果你在昨天就把所有的資金壓下去 股票滿手 那你現在你要怎麼做加碼 然後我告訴你 我們的會員朋友在做什麼 我們在11月1號 也就是前天的時候 前天我們在幹嘛 大家在跟你講說要利空出境要買股票 我們在帶大家避險 什麼避險 我們認為美股會跌啊 我們認為美股會跌 我們要稍微做一點避險 我們整體方向是看多的 我們認為11月份還是會有反彈 可是我們能不能在聯準會 這麼大波動的事件即將出現之前 先做一點點動作 買一點點保險 這我必須要帶我的會員朋友去做正確的事情啊 市場叫你買股票那是市場的事情 其他人叫你買股票那是其他人的事情 我的工作是要帶我的會員朋友做對的事 所以我們在前天的時候帶大家去做避險 怎麼避險 放空國泰的這個道窮政惡 放空道窮政惡 放空廢辦 買進道窮反一 我們全部的會員朋友手上一定都有避險單 一定都有避險單 甚至我們還可以用權政把槓桿加上去 那麼他避險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避開風險嘛 避什麼風險 避聯準會升息的風險 那既然聯準會已經開完會了 那代表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嘛 股市真的跌啦 我們的幣檢單也獲利啦 所以早上9點半的時候 全部獲利出場 全部獲利出場 然後我們在幹嘛 買股票 買股票我們說了 11月份我認為會有一個不錯的行情 台股雖然今天下跌 但是跌的幅度其實沒有很大 另一方面中小型股的表現還是不錯 所以有沒有機會點火 後續有機會 你要把眼光看得更遠 如果20天以後這個股市會上漲 你現在不就應該要先做布局嗎 你不要去賭這一兩天的波動嘛 這一兩天的波動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20天以後的方向有沒有策略能做 有 這個策略我們已經在我們前幾天 送出的資料裡面告訴大家了 我們的看法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接下來機會 而不是在今天台股大跌的時候 跟著市場恐慌 那當然不是叫你隨便買來 你一定還是要有一些方向一些族群 這些族群我們一樣放在我們的資料裡面 那麼我們會有更多的即時資訊 還有我們盤中對於行情的一些看法 有空的時候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平常比較忙一點 有的時候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來幫大家去分析 可是只要有時間 有空我們一定會把最好的觀點提供給大家 所以如果投資朋友觀眾朋友 有興趣的都可以進來我們群組看看 你就搜尋一下你就可以進來了 那我們裡面我相信內容應該是非常精彩啦 至少你都是能夠看到在外面看不到的東西 那麼我們最後一樣是請大家幫我們點一個讚 如果覺得我們的節目做得不錯 或者是我提供的資訊對你有幫助的話 這個讚真的幫我們點下去 對我們就是最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大家每天都準時收看 還有給予我們的鼓勵跟支持 那我們會持續的把節目的品質做到最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